大家好,我是赵小军,毕业于英国赫尔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那么我今天的求职方向是市场类、管理类和咨询类。 谢谢大家。 小军,英国赫尔大学是个什么大学? 在商科排名是差不多全英前30位。 商科排名,全英前30位。 在商科排名,全英前30位。 对,学校排名升为第一些。 不过就像我经常说的排名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在英国待了多久? 两年。 两年,为什么两年就可以把一个本科念下来? 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待二外的时候拿过,有读过两年。 是个二加二的课程吗? 不是二加二,是因为我是本科在那边读,然后后来转到那边去合作。 在英国待了两年,给你最多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开阔了我的眼睛。 敲到另外一个圈子里面去看自己的国家,看自己的民族,看到了一些我们还有比较落后的地方。 比如说? 我们的公共管理的水平,公交车,我们北京的公交车或者地铁是多么独。 赫尔一共有几个半人? 北京一共有多少人? 我说的是伦敦,拿伦敦和北京比较。 伦敦多少人? 伦敦差不多六百万人吧。 北京多少人? 两三千万。 对。 然后在公交的设施上,这样的比是不是会有些不公平? 是这样的,如果说按照比例来说,如果把伦敦的比例调成三倍,那么我觉得赌的程度还是不一样。 公共管理的水平,体质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批评一个事情特别特别简单。 其实张老师,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歧视我们的,或者说我们国家不好,我们是说我们国家需要改进,未来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觉得不要区分英国和中国了,告诉我你三个回来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英国的确某些方面比北京好,这个伦敦,我去过,旅游也去过。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个,实话实说地告诉我们三个你回来的理由,好不好,实话,然后说假话不行。 第一个,我觉得我未来还是在中国发展,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家人都在中国。 好父母在中国穿上的理由。 对,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确在英国找不到很好的工作。 很好,OK。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还是,还是因为,因为我还想在中国找一些比较真正有用的工作经验。 你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是,不,不,稍等,你最后一句话,我突然,你想要在中国找到有用的工作经验。 对。 有发展机会的吧。 然后呢,有了这个经验呢,然后会不会选择再出去。 我又看当时的情况,如果说。 大哥,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回答里有问题在什么地方吗? 第一个问题在于什么? 因为父母而留下是一个不靠谱的借口,因为一般混好了可以把父母接走。 第二个问题在于什么呢? 说在英国找不到工作,我相信这是真的。 但第二个,更好发展。 你就没回答我一问题。 你觉得在中国有发展,我相信。 但是你到底要进哪个行业,到现在你也没说明白。 进哪个行业。 他说了三个其实。 没有,他回来说要做管理和策划,发展方面的。 和咨询。 市场和咨询。 对,这方向是。 老师,我要重复一下我的求职方向。 市场类,管理类和咨询类。 但这个三个其实有三个。 所以说,他就剩下市场类了。 因为管理类和咨询类都不是现在一穷二白的大学生能进去的。 你就剩下市场类了。 这样,咱们聚焦一点。 你想做哪个行业? 市场类的哪个行业? 哪个行业? 哪个行业的市场? 我觉得市场,他们很多东西是本质是相同的。 我觉得行业我并不在乎。 但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你是在应聘。 这个主持人,他刚本科毕业,还处在四处下悬磨的阶段。 就别打压了,别打压了。 许华车先生说得非常对,的确是这样。 我提个建议啊。 Frank, could you help me? Of course. 你能帮我给他做个英语测试吗? 我听听他的口音,在那待两年之后就能接。 英语测试,Frank,帮我们做一下。 I said you had a number of criticism regarding Beijing's urban planning. Can you give us some suggestion that you may have? Maybe the translation system may make some change, such as the business areas, maybe from east to south or to wes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先不说你英国那两年到底在做什么。 你在北京二外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你好像没有好好念好你的英语。 你是觉得他的哪部分有问题呢? 无论是发音与组织,尤其是发音。 发音上。 好,各位,现在这就是大家对赵小军的一个基本情况的了解。 十二位选择继续还是离开。 还有一半挣下来,算是一个不错的开举。 好,谢谢您。 在英国花多少钱? 我三分一点养学金,我在英国两年大约花了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是吗? 三十多万你又回来了。 实际上我知道二外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 最起码二外今年毕业生找工作找的还是挺顺利的。 一个北京原类可以排到全国前五的学校,跳到了一个英国排名前三十的商学校。 我一直有一个悖论,我们是吃饱了撑着花爹妈的钱出去旅游去了,还是学真本事去了。 两年在北京和两年在英国,我的确觉得个人通过,个人觉得的确有差别。 或许我现在说不出来,或许它需要沉淀。 那么我觉得同时二外,如果说二外申请到像英国前五的学校是非常非常难的。 当然我现在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是答案,谢谢。 好,你现在是指着你可以在英国继续进修,对吗? 已经拿到了他的货。 我知道,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英国继续进修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很多同学可以一直在那读到博士,因为他的导师会跟他说,你读博吧,国外的高校早就一市场并轨了,希望自己的学生往上读。 虽然我没出国国,你不要拿这炸火,就问一个问题, 你出国到底干什么去了? 你的英语,刚才Frank的对话,Frank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我对你的回答也不满意。 今天我不是在质问你,我不是对你有成见,我说过,我对这批家里有点钱,出去绕了一圈回来了,不知道自己干嘛的海归。 我把你当作他们的代表,问你这问题,你现在感觉到后悔吗? 就这句话。 不后悔。 OK。 这样我问你一下,小军,你为什么不接着念呢? 我还是,因为我在国外已经在很多,读了很多,上了很多那个硕士的课程,我平时很多时间我都会去听课,所以说我觉得我不想带花太多时间做理论研究了。 因为据我所知,在英国的留学生,他们也知道现在哪一个本科学位回国其实是很不值钱了,所以很多人都争取在那读到一个硕士,因为中国是个学历社会嘛,对吧? 我相信你们知道哪一个本科学位回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你当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觉得回去之后,回国之后,我记得一些经验,或者从基础做起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将来有必要的话,我还要考虑去读一个硕士。 我感觉你还是没有讲真正的原因。 我也觉得是好像有点绕,是吧? 这么说吧,你当时不选择不读硕博,是真是觉得要回国工作养家了,还是觉得其实你看了看,读那硕士真的没啥用了,你说实话? 不是,读那硕士可能说从起码上有一些价值,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花金年半的时间再加上二十多万的那个。 所以就不值对吗? 我觉得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不值。 所以你说的就是对的? 对,你这才说的是真话。 我刚才也强调这个原因了,强调过。 你第一次讲到学费问题,小军。 我刚才如果说,我OK,OK,OK,现在就先这样吧,因为我的确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非常挺你,我也很喜欢你,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刚刚很多很多专家还有BOSS团给你的这些说法跟建议呢,其实太过严苛了,因为他才是一个刚刚回国的所谓的小留学生,还不算大留学生。 他只是想回国找一个实习的机会。 不是,这是同情,这是同情。 你错了,今天我们是作为老板的身份。 我倒是对这种小海龟越发要提醒,就是你们心里抱着这个海龟的这个光环,放不下自己。 连真话都不好意思说,所以我担心你基层的工作你是做不了的。 好,这样,不说了,各位。 我可以问到一个问题吗? 好,老老师,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就特别好奇,周总,你的企业真的需要一个不忠不息的人吗? 不能说不忠不息,我认为他是中国人,这是第一个,我需要的是中国人。 第二个,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他有提升整体素质的这种元素在,我愿意培养他。 第三个,他想做企业咨询,我们刚好有这样的项目。 所以刚好符合,应该你需要的这个人应该是有很好的觉悟能力,觉察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人。 对不起,这两点他身上都不具备。 但是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他有,再来呢,我们公司有很多很多都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我非常愿意培养。 这样,河老师,我给综合一下,周老师是一个母爱泛滥的老板。 明白了。 他我在身上真的只感觉到母亲的关怀。 我们觉得这样的老板是稀有品种,是大熊猫,所以我们还是允许他出现的。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如果抛开你这个留学的经理是作为减分项到我们这儿公司,从最基层的开始做,你可以接受吗? 那主要是负责什么,哪一块呢? 对你来说,最合适的是从市场调研开始做,因为市场的基础情况不了解的话。 说句更简单的话,我把市场前面加一个字,动词,跑市场。 对,对,做调查,可以这么说吧。 好,最基层能不能接受? 可以考虑。 还有六盏灯为赵小军亮着,六位选择让他继续还是离开。 还有两位,林明和周老师,你可以和他们两家谈钱不上感情。 二位,请提供职位。 市场部专业吧,刚入门级的市场部专业。 就是最,刚才说到了,最入门级的。 最入门级去做市场的人。 好吧。 咨询助理,也是最入门的一个职位。 咨询的助理。 好,谈钱的问题我不管。 二位的那个底薪是多少,话说还是怎么着。 你觉得你刚从国外回来,就现在这样的身份来应征工作的话,你希望得到多少的待遇呢? 三千吧。 我们这边初级的话,可能过来只有两千的薪酬。 刚刚慧普一直说我有母爱哦。 但是在谈钱的上是没有母爱的。 所以呢,你刚刚讲三千,不是我不给你。 我觉得现在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去拿这样的薪资。 我给你提供的薪资待遇是两千。 然后三个月的试用期。 试用期过后会给你有三写啊,什么五金这些都会给到你。 但是必须要你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但是,最后一句话,我愿意培养你。 现在主动权已经交到了你的手里。 给你15秒的考虑。 我选择放弃。 可以吗? No! 我选择! 我选择。 我选择!